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发生在加拿大的话题 事源就是当地最近就有一宗案 而且是牵涉到言论自由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也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向编辑部、正香报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据加拿大的国家邮报 在2月8日的时候就一则报道 有一名高中生 他对性别立场和学校有点不同 正因为他个人的立场问题 就搞到被学校停课 谁不知过了几天后 他想回学校上课 但学校就很绝情 竟然就报警 以后来警察也都以transpassing 非法进入的罪名来去拘捕他 本身这名男子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他的名字就是George Alexander 而他去年才转到这间中学读书 这间中学是一间天主教办的高中 目前他正正就到year 11 即是第11年级 不过他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 他在课堂上就发表了一些有关于性别上的看法 正因为他发表过这些言论 就导致学校要求他停课 而学校要求他收回他的说话 否则就不能够上学了 到底他在学校里面发表过些什么的说话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 这个世界就只有两种性别 你一出世 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性别是不能够违背生理的 大家听起来 他的立场是不是都觉得尚算正常 跟着他们在课堂上也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男人用女洗手间的问题 以及性别焦虑的话题 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发表不同的观点 但是最惨的就是他也是发表观点 但是他就被勒令停火 他被勒令停火之后 他就在校外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 在那次的抗议活动 他就说要抵制夸性别者随意使用厕所这个政策 有记者就问他 为什么要抗议 他就说 有这种想法 就大约在抗议那天的两个星期之前 对他自己说 为什么他要抗议 原因就是 学校就有一个政策就是 容许一些夸性别的人士使用女洗手间 但是他就对这种新的政策表达反对的意见 而且他在抗议之前也有通知过学校 最重要的就是他想传递的信息就是 男人不应该出现在女洗手间 除了他进行抗议之外 他另外也是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过一些抗议的帖文 他更加说 目前加拿大的教育系统已经去得很变态 在帖子上他这样写的 男性是不属于女洗手间 保护女性 远离这种邪恶的议情 更加要 停止剥夺学生的健康和自然环境 而在当日他抗议的时候 也有多达三十多人声援他 只不过这样 有另一个阵营也都在现场对着他进行反抗议 另一个阵营就是一般的我们所理解的LGBTQ的组织 他的对价就多达三倍多的人 后来警察也到场维持秩序 而就那次抗议活动 他所就读的学校 Saint Joseph Catholic High School 就直接向这名学生发出惩戒通知 要求他在今年剩下的学期里面 都不能进入学校 要读书的话就自己上网课 讲到这里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一间是由天主教办的学校 竟然就在这个声别问题的立场上 以一个这么严厉的惩罚来对付他们的学生 而自此之后他也被学校排阶 不过他自己就认为是因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视 而且他家人已经替他聘请律师 希望透过法律途径维护他自己的权益 而在圣诞期间他也联系了学校 原本就在上个月的9号就可以回学校读书 但是在1月8号的时候 也就是他回学校之前的一天 他就收到另一方的电子邮件 由学校通知他已经被踢出校了 这间学校的校长Derek Linus 就认为他对学校存有严重的损害 和影响学校其他学生的身心健康 而校方在另一封电子邮件中特别跟他说 除非他能够同意学校目前对跨性别人士的立场 和放弃他既有的原则 更加需要同意宗教和数学是完全两门的科目 这两门科目就有两名跨性别的学生 而这两名跨性别的学生就因为他变成了 所以他连他们的名字也都改变了 要求Jose Alexander不可以再叫他们的旧名 如果他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那他才能够重返校园 自这件事发生之后 他也都告诉了他的律师 他的律师的名叫James Kitchen James就这么说 要强迫学生说一些和要相信一些 对他的信仰有相违背的方言 并且将他去排斥于学校之外 这种行为根本就是令人厌恶的宗教歧视的表现 而他的代表律师也都向学校通知了 这名学生Jose Alexander是会参与学校所有的课程 但是学校对他的处分是绝对的歧视 而当他在1月9日回学校想着上堂的时候 校方就要求他立即离开 不过学校就另外安排两名工作人员放实他 并且在他说每一句说话都要记录低 而当他在当日放学回家之后 他就收到一封非法入侵的通知 说他是transpassing 上面这份通知也都说明是 他不能够再踏入校园半步 而时间就去到2月6日 这名学生也都再次尝试踏入校园 目的就是参加他所报读的汽车机械课程 只不过这样当他走入货室不到2分钟 副校长就立即当面跟他说要求他立即离开 当他在离开的时候走到大约门口的位置 就见到有两名警察 这两名警察就立即当场逮捕他 并且押他入警车 而据Jose这样说的 当他被警察押入警车之后 就大约坐了20分钟 后来那两名警察就放回他出来 并且向他开出65美金的佛单 后来他也都将这张佛单 和他被捕的一些相片 放上推特的 而那一则帖文都特别这样写的 我是被我所读的高中拘捕和起诉 原因就是因为我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以被学校拒组于门外 和剝削我读书的权利 而在他这一则帖文底下 亦都要获得不少的网民声援 有不少人都赞他很勇敢 赞他有信仰 亦都有人赞他做正确的事 另外就更加有网民 特地替他向他所读的学校打电话 更加在电话上 臭骂对方一顿 直至这名学生 没有做错任何事 竟然有这样的后果 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现在这名学生打算 就向按大略省的人权法庭提出起诉 就是要起诉他所就读的学校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家学校都还未对这名学生所发生的事 作任何回应 而根据当地的天主教学区的教育委员会 亦都发表一份声明 当中就这么说 他们非常之尊重宗教自由 在人权问题上 这个学区都有引述按大略省的人权委员会 所发布的政策 和教育部所发布的指引 而根据这份指引 跨性别者是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性别认同 来到去使用厕所 以及其他的公共设施 不过自此之中 这家学校的校长都拒绝向传媒谈及这件案 理由就是要保护知人 因为这件案就涉及特定的学生 所以就无法向记者回答任何的提问 我们大家知道 加拿大在跨性别平权的议题里面 一向都是走得非常前一 我个人认为 你说要推进性别平权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不能够去到这么极端的 更加不能够逼人要同意你的立场 是不是 如果你不同意你的立场 你就要剥削一名学生的读书的自由 是不是有点过分 究竟言论自由还在吗 这名学生只是表达了他对性别上的意见 我认为 这个世界很多事物都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是大前提的就是 我们始终都要保持互相尊重和包容 这样才是言论自由的可贵之处 但就想不到 加拿大竟然有学校倒退成这样的 如果要逼人去同意一些意见的话 那是不是强权了 学校有关当局 当然是有权开除哪一个学生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 学校绝对是有濫权的情况出现 再加上 而最讽刺的就是 这间学校是一间天主教学校 一向我们给人的感觉都是 教会背景的学校都是教为保守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看来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了 我自己就不对天主教 目前对跨性别人士的立场是怎样 但是一向给人的感觉都是教为保守的 是吧? 可能在加拿大的天主教教区是有些不同 在跨性别的议题上面走得很前 但是走得前 而同时你又用另一种方式去压迫其他人 这样就不算是走得前 这样其实是一种倒退 所以有时大家都不要以为 但是西方国家是有言论自由 当事情从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的时候 言论自由就不在此限了 这件案在当地都算骂得非常大的 我认为他们是需要好好反思一下 当他们在推进一个议题的时候 还能不能够包容一些持有相反意见的人呢? 如果不能够包容的话 那和强权有什么分别呢? 好了今次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节目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